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团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影片是《樱桃成熟时》 女主角安吉丽娜有一个糟糕的家庭 母亲常年酗酒,父亲又有暴力倾向 未成年的妹妹还有自闭倾向 这天,她和男朋友一夜放纵以后 男朋友告诉她一个来钱快的捷径 为色情行业拍片,付给她500美元的佣金 在那样一个缺爱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人 金钱是唯一的安全感 安吉丽娜接受了这份工作 第一次尝到了快速捞钱的乐趣 有了资金的安吉丽娜决心逃离现有的生活环境 她带着自己的备胎一号亚裔小哥跑路了 两人一路跑到了旧金山 并且轻松地找到了落脚的地方 初来乍到的安吉丽娜 给自己找了一份在脱衣舞会端久的活 便在那里邂逅了弗朗西斯 在同事的建议下 安吉丽娜开始重操旧业 化名樱桃来到博德拍摄色情片 博德的同事们都被安吉丽娜的美貌所惊艳 在这场拍摄中 她遇到了大爷女导演 在女导演的帮助下顺利地结束了第一天的拍摄 安吉丽娜高兴地跑到之前工作的脱衣舞会喝酒 在翻看一本《一季》杂志的时候 弗朗西斯又出现了 并且开始发射她的撩妹技能 成功地赢得了安吉丽娜的好感 两人开始约会 弗朗西斯邀请她参加派对 可是到了派对现场 安吉丽娜才发现 弗朗西斯居然财大气粗的 为她准备了一场《一季》画的展览 年轻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吧 也太玛丽苏了吧 还说自己曾经是一个画家 简直双杀女主 然而这部影片也终究不是一部玛丽苏作品 也不是五十度灰 化肥 发黑 弗朗西斯讲起蝴蝶效应的典故 接此却安吉丽娜与她一起吸毒 这天 他们在天台上一起俯瞰了城市的夜景 感情升温中 安吉丽娜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安吉丽娜拍摄完了自己的第二部雷斯影片 在镜头前 她越来越驾轻就熟 让大眼导演回到家以后 都永久对着屏幕花痴 这一幕被大眼导演的女朋友看到了 两人的感情也因此生了嫌隙 另一边 安吉丽娜的母亲带着妹妹来找安吉丽娜 得知 她与高副帅弗朗西斯相爱 非要亲自见一见 原本答应出席的弗朗西斯放了鸽子 母亲提醒安吉丽娜 弗朗西斯可能是一个隐君子 安吉丽娜却不以为然 母亲以妹妹为借口 骗走了安吉丽娜的钱 第二天就匆匆消失了 在一次年终舞会上 景音女友与大眼导演起了争执 两人回到家打了一炮后 景音女友跑路了 那边 弗朗西斯犯了毒瘾 找人买货 却落魄的被人打倒在地 安吉丽娜告诉贝太一号 自己想拍摄男女的影片 为了尝试新的东西 尝试完毕后 弗朗西斯接她下班 邀请她一起吸毒 被拒绝了 于是提了分手 表示不能接受 头上飘着一片青青草原 安吉丽娜结束了 这段本以为美好的感情 回到家后却发现 贝太二号在看着别的女人的片子手淫 于是大发雷霆 贝太一号没有回答 于是安吉丽娜拂袖而去 这回记住了吧 下次要看她演的片子 安吉丽娜在短时间内 接连遭受重创 在酒吧喝酒买醉的她 遇到了痴汗她已久的大演导演 于是两人迅速地看对了眼 并且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俗话说性别不同 怎么相爱 安吉丽娜在经历了高富帅弗朗西斯 以及贝太一号之后 还是投入了大演女导演的怀抱 两人的工作环境相似 相互理解 于是乎才能长久地在一起 并且在爱情里找到了最好的自己 本篇以安吉丽娜的成长为线索 描述了安吉丽娜 从接触色情行业 到转为幕后的一系列故事 尽管根据电影情节 免不了被说虎头蛇尾 毫无重点不知所云 但是还要提醒各位 青春只有一次 要想好了再迈出步子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